物件导向这个题目也是 其实有点跟第一类的话是基本认识 有这一些 比如说字串列印 字串列印其实是我们前面学的 单位换算 计算平均值等等的 还有数学函数 负载方法 然后还有就是变数范围 图形面积等等的 然后再来就是条件判断式 OK有这些 这是第二类 那第三类的话呢 就是回圈 回圈 那比较特殊的 它这边有考到递回 递回 自己呼叫自己 自己呼叫自己 OK 这是第五类 第六类的话呢 是正列 考正列 OK 然后正列其实就是我们最近 才在讲的 OK 那最后一类最难 就是物件导向的那个设计 也就是说 它要实际上呢 利用那个Java 你要设计出那个一个物件 然后呢 真的可以使用它 那题目其实我觉得还蛮 蛮有点难度的 第六类部分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每一类 每一类 那里面到底考什么 第一类考这些 第二类 第三 第四 第六类是最难的 那它其实没有分类 所以它考试的话 就是一到六类 全部考 然后呢 每一类抽一题 每一类抽一题 所以呢 总共考六题 六十题 里面考六题 光准备 光看起来 你就发现 哇 那个 要把这些题目全部做完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而且即便是你全部做完了 你还要想说将来考试是不能参考的 没有说你把答案放云端 Ctrl C Ctrl V 对不对 那就好搞了 好搞定了 但是没有 你必须每一行 扎扎实实的从头到尾做完 你就可想而知 如果你这些都可以这样做完的话 我相信你在coding上面的能力 应该没有 不太需要怀疑了 所以有些那个业界 也蛮喜欢实作的 就是你实作过也考过了 那应该不会差太远的 OK 那这个当然 你看你不见得说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你说证照有没有用 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不用无限上纲 但是也不要无限下纲 就是取中间就好了 对不对 参考嘛 你不要说哦 证照好利害 我们不是跟那个就是行销嘛 那那你如果说无限下纲 啊那个 考那没有用啦 那个那个 其实网络上拽命 键盘拽命非常多 对不对 你如果po出来 啊那个没什么 没什么啦 那个很简单 你问他他都没有 一章都没有 他才会这样讲 OK 好那其他的话 这些相关的东西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给各位参考 那实际上 再来就是那个 Enjoy 下一个阶段的部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一二三类 有这些 那题目部分 有这些 有兴趣 各位可以 也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后面的部分呢 当然以基本的Java为主啦 所以我们 等一下的话 也许是从第一类里面 那第一类里面的话 大概会有这一些这个 基本程式实作啦 等等的这一些 那第二类的话是跟 好像有205D吧 跟Math有关系的 Math类别 所以我们上次 也有用到Math类别 也有用到一个Stream类别 Stream类别 当然这边 他会用到StreamBuffer啦 不过StreamBuffer跟Stream 其实还蛮像的 那只是说呢 他们串接的方法 不太一样 就是他用Append 一直加一直加 那他是用串接 用加号一直加 那官方说法是 这个StreamBuffer 的效率比较好啦 不过说真的 好到哪里啊 其实说真的 我也感觉不太 也许我没有那么多次 串一直串一直串 可能要串个100万次 才会感觉差个 0.1秒这样子吧 那可是问题 那个差距 所以你有时候 甚至这个很少用啦 OK好 那其他的话 还有这一些东西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 有讲的这个 乐透彩这一题 对不对 那如果 如果你对这一题 比较深疏的话 也许复习一下吧 那再来 也许我们就往下讲 一直往后面讲 那上个礼拜的题目的话 不外乎重点就是说 宣告一个正列 有没有 大概我把重点回顾一下 不外乎就是宣告一个 宣告正列的方式 我想以后都会 不断出现 关键就是在这个中瓜湖 如果你今天呢 前面多一个中瓜湖 那表示他还是一个正列 所以以后你看到中瓜湖 OK 他就是正列 不要怀疑 OK 那如果没有中瓜湖 那就是一般的变数 那后面必须要 new空间给他 空间的话 记得就是说7 7的话就是因为 我要放这个 就是7个东西 就是1到 比如说我的号码的话呢 是1到 1到6 然后一个 总共特别号 那特别号 7个空间放进来 他new一个空间 实际上就跟Java要7个空间 那他的编号一定是0到6 OK 这个观念 总共的长度是7 这个观念 常常同学会搞问 为什么老师只有到6而已呢 不是7吗 实际上因为是0开头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那 比较麻烦的是那个index 他的Java里面index 一定是从0开始 除非说以后啦 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这样 宣告一个8 然后呢 我这个空间 我还是到7 对不对 那我从1开始用 我1不要用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啦 只是浪费一个空间 我前面讲过啦 你如果觉得说 又每次要转一下 要把它减1加 减1 这样子很麻烦 那不如你就这样子 乱起来的结果 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说 会浪费了一个空间啦 这个空间数真的也没多大啦 反正顶多就是一个败子 两个败子这样而已啦 OK 好 那这个地方后面的话 就是再去做什么呢 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那个乱数 1到42 1到42 OK 然后 就是把它先放在A里面 那我为什么放在A里面呢 因为我要先判断一下说 它有没有跟前面重复 那第一次 J的话是等于0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判断意思 就是说 我第一次 不判断 其实第一次0 不判断 然后第二次的话 跟前一次比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反正一直跟前面比就对了 产生一个新的 第一次不比 第二次跟上面的比 然后呢 第二次的话呢 又跟上面 先跟第一 这个第一个比 跟第二个比 反正逻辑是这样子呀 至于这个坏 怎么里面的逻辑 我想各位再看一下 一直比 反正比完之后呢 如果重复了 那就重新再产生一个新的 再丢给A 再重新判断一下 如果没有重复的话呢 那就把A 这个里面的值 丢给 才丢给这个number 那这样产生的数字 永远不会重复啦 OK 这个 但是写法上面 没有标准 这是因为这是我自己想的 我习惯的逻辑 我把我想的 那我 我前面再叙述 是我想到的逻辑 那 后面这个地方的 坏回圈 是我把它实做出来的 OK 所以如果你的逻辑 跟我逻辑不一样 那请你用你的逻辑 把它写出来 OK 如果你都可以写完 而且没有错 那恭喜你 应该就 反正以后你要想要写什么 应该就没问题了 当然 有同学是用别的方法啦 像有同学用什么 Arelix Arelix 它是什么 先1到42号 先丢进去 等到呢 乱数抓一个过来之后 把那个位置 Clear掉 Clear掉之后的话 那你下一次抓 就不会抓到重复的吗 这也OK啦 而且它是效率比较快 不过快多少是没有比较 因为同学可能之前做的是 那个3D游戏之类的啦 所以3D游戏 因为你那个要loading很重嘛 所以你如果效率 有点不好的时候 就会开始lag 所以你要用 这更快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用Array ArrayList ArrayList这个类别 还有一个叫List List这个类别 你们可以查一下 Array ArrayList 跟List 其实未来会用到的机会还蛮多的 因为它的方便就是说 类似下一个清单 跟这个很像 那你只要丢丢丢丢丢进去之后 Add吧 把它今天1到42号 然后你可以根据它做什么 把资料抓出来 也可以清除它 也可以全部清除 不过这个后面我们再提啦 因为它比较是属于进阶的那个类别 但是用到的机会还蛮大 尤其是跟资料库 抓资料库的东西也可以直接放ArrayList 里面 或者是像我常常用到像什么 网路上的资料 我把它抓下来了 那我要塞哪里 就塞ArrayList里面 效率其实还蛮好的 像我之前是抓股市资料 股市资料你要放哪里 那你就放ArrayList就好了 OK 那后面也许我可以分享一下 如何从网路啦 从资料库啦 可以抓资料过来 那这个延伸性的应用其实都很大 其实你说你学Java 你不要只是focus在Java 其实其他东西都差不多 像你写那个Java 那个Server Server端的那个制服器 就是JSP或者ServerLate 其实它用的语法 几乎都一模一样 只是你写的环境是在Server端 稍微小改一下 基本刚才都一样 或者你写其他很多都差不多 OK 所以你可以延伸性的东西 蛮多 最后把它输出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也许我们再来后面的话 也许干脆这样好了 也许就是一题一题往下吧 然后这一题 也许我们先看第三题好了 第三题好像跟第一题还蛮近的 而且这一题叫做乱数排序器 需求很简单 让使用者先跳出一个呢 请输入预产生的乱数个数 冒号 那你又要想说原来这边是需要用什么 用个scanner嘛 前面用过对 scanner然后呢 跳出这个 使用者如果假设说输入十个 那这个时候呢 需求很简单 请你就真正产生十个乱数 这个乱数范围就是1到999 就3码就对 3码就对了 3码1到9就对了 这个地方不需要去补零啦 不过如果你要补零的话 你也可以想想看补零好了 比如说都是00100 就是3码的话 不过这边题目是没有这样讲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需要什么 排序 地增排序 由小排到大 比如说他输入16对不对 那就16个 那从小的一直排到大 1到999 OK 所以你脑袋里面要想说 那我该怎么去动态的产生 因为刚刚7个数字是 那个阵列是确定是7个 可是你要输入之后 再去产生16个空间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产生阵列的位置是在输入之后 那刚刚不是有个7吗 7那个数字的话 你可以变成一个变数 随时调整 他如果输入16 那我就把这个16 丢给那个变数 然后再去建立这个空间 OK 所以你的观念里面就要 马上知道 产生阵列 要怎么产生 好了 那我已经产生16个空间 第二个 如何乱数产生1到999 刚刚不是1到42对不对 你把它改一下嘛 其实甚至可以套个公式嘛 把它拿来用就好了 那你产生之后呢 再来呢 全部都放在 当然这里是没有提到说会不会重复啦 如果没事你就先不要管那个会不会重复 第三个就怎么样 排序 那你要怎么排序 OK 那排序的话 当然有方法 你想说 那是不是我再写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就是排序回圈 如果后面的比前面 后面的比 就是后面的比较小的话 就让它往前排 往前排 你也可以写一个这样的回圈 不过第二个你也可以想说 在那个交话里面有没有一个方法 可以帮你排序的 但如果它有的话你就不用重写了 不然的话你要把那个重新排序的回圈写出来的话 哇那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不过你当然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试着写写看 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那真的是蛮厉害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 103的这个乱数排序器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最好是 可以先想想看 如果自己可以动手写得出来的话 那我相信你在Java的功力会大大增加 以后的话 真的就上机去考试 也不会有问题 反正人家考虑什么 你就开始 就写完了 OK 所以感觉上你要把这些熟练 自然而然这就魂蓝天成了 想到什么就可以写什么 如果你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的话 我想你应该以后 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非常介意 打成是什么了不起的 你告诉我 你只要你 不要说那个人逻辑不清楚 那个逻辑清楚 你就跟他讲说 你把你的逻辑先整理好 你告诉我 我可以马上帮你做出来 因为我有点像翻译人员 我把你要的跟Java讲 只要你那一件事是合乎逻辑的 当然如果不合乎逻辑 有时候你可以帮他修改一下 因为有些人 用者端他们比较那种逻辑是比较不太了解那种资讯的逻辑 所以你可以当一个翻译吧 当然你可以更高层的话 你可以慢慢往上跳 你这边就是有点是教他们怎么去设计 但是在更高层的话 也许你可以帮他们整个体系都包起来了 从头到尾都帮他们去规划 那这样的话 那也许反正就一直往上跳吧 基本上如果一层一层的 最后当然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设计类工作的好处就是说 他比较不用居限于那个某一个空间上班 其实我觉得只要你的level够高 其实你在哪里去创写这个东西都无妨 而且你随时坐下来都可以啊 你把你的笔电一打开坐下 像有些时候 他什么需求 你打开 send给他就好了 OK 对他来说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但对你来说应该是很easy的话 那以后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愉快 OK 那你是靠你的 对 那这种人需不需要 其实越来越需要 而且各行各业对于资讯的依赖度 尤其是自动化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很多地方都很需要 有人帮忙去写一个自动化的功能 不然你怎么可能有人随时24小时盯着网络 或者盯着哪个地方 你如果写一个随时监控网络的 自动做一些事情的那种东西出来的话 哇 他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他只要当什么 什么样的range的数字 出现的时候 自动回报就好了 不然你随时还在那边盯着 盯盘嘛 当然很累啊 所以 而且你可以多方监控 随时有什么range的数值出现的话 那就可以做出东西还蛮广泛的啦 OK所以这部分请各位稍微先看一下那个103的这个乱数排序 那待会我们接着来看哦 那当然这一题重点其实就是在正列 那个正列的话宣告的时间不是跟前一题一样 预先已经固定制到有7个 而是让使用者去输入 让他决定说你要几个数字 那产生乱数的范围也是1到999 那大概1到42改1到999 那最后多一个就是递增排序 所以重点说到之后的话 可以识做看看哦 我有一点钟 有一点钟 我 我 小